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Robotic Live Microbeat入門課程 今日課程的題目就是 跳動的心 我們來看看今天會做什麼 和今天上完課後大家會學到什麼 今天會通過一些積木編程 在Microbeat的主板上 循環顯示一個大心和小的心形 課程之後 大家可以對基本編程和邏輯思維 都會有所提升 接著我們看一看編程前 我們有什麼要準備 我們需要一塊Microbeat的主板 一條USB的線 一部可以上網的電腦 我們先把USB的線 分別插在Microbeat的主板和電腦上 之後電腦就會顯示多了一個磁碟機 或者多了一個U-Disk 基本連接上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打開電腦上的瀏覽器 然後去到Microbeat Microbeat這個主頁 我們就可以開始編程了 好,我們現在看看如何編程 先打開Microbeat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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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新增一個專案 我們這次的專案 就命名為Headbeat 進入畫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通過不同的積目 去編寫程式 我們先把今天需要用的積目找出來 先去基本 然後選擇顯示圖示這塊積目 把這個積目拉出來 重複這個動作一次 我們現在在這個頁面 就已經有我們所需要的積目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把積目結合 我們現在把顯示圖示這塊積目 拉到重複無限次這塊積目裡面 如果成功之後 兩塊積目就會結合了 我們再把第二塊顯示圖示的積目 也都拉進去 現在畫面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已經把三塊積目結合在一起 在左邊的Microbeat模擬器 就會顯示了一個心形出來 我們的頁面還未完 我們現在就要把 顯示圖示的積目上面的一個圖案 改為小的心形 改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見到 在左邊的模擬器 就可以顯示到一個大的心形 再顯示一個小的心形 就像一個心跳的圖案一樣 為何可以做到這樣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一個顯示的積目 放在一個不停的循環去做事的積目裡面 就可以不停的循環播放一個大的心形 和小的心形 我們這次的課程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一個顯示的圖案出來 我們現在在模擬器上面見到我們所做的程式之後 就可以把它下載到我們 Microbeat的主板上面 可以按下載旁邊的三個點點點的按鈕 就會彈出一個 Download Microbeat 我們再選擇Download Microbeat 就會把這個程式直接下載到 Microbeat的主板上面 成功下載之後 就會顯示Download Complete 在網頁上編程的部分 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現在看看 落到版之後的效果是怎樣 如果喜歡我們課程的朋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